金融市113年市長輩太極拳錦標賽 在仁愛國小隆重舉行 請超過300位愛好者齊聚一堂 共同展現太極拳的優雅與力量 太極拳是我們金融市長從年輕 5、6歲可以到100歲都可以打的太極拳 是一個老賽的嫌疑 所以說很多人身體上有點維養 就練太極拳慢慢養生以後 身體會有很多 所以說我也希望有機會大家一起來運動 因為太極拳在金融市場有40幾個道場 各區各社區都有 如果要練習太極拳 我們體會可以幫忙來推薦 都是免費到各個早起會去參加太極拳 也會想謝謝謝國長市長 不管全國的武藝也有太極拳 理事長被全國的我們的太極拳展演 我們基隆都來承辦 而且讓我們這些愛愛太極拳的老先生 還有我們很多老太太都可以出來運動 我們太極拳人基隆在運動 我很多有將近兩千多位 在我們各山頭各早起會都有在練太極拳 希望大家一起來運動身體會健康 強調普及性以及包容性的太極拳對高齡化社會極具意義 今天非常謝謝鄭景州理事長的邀請 我想鄭景州理事長在基隆界的體育 還有我們全國的體育付出非常多 今天他又擔任太極拳的理事長 我們特別來參加這個表演賽 太極拳傳說始於宋朝張三峰 他是一個比較身心靈健康的一個為主 我們基隆其實有非常多參加太極拳的朋友 那對我們長輩高齡化的城市來說 對長輩來說這個運動是非常好的 他可以有提升這個心肺功能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肢體更靈活 對年輕人來說他也可以幫助穩定心情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表演賽也有年輕人也有長輩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全靈運動 我覺得我們來推廣 那我們謝謝鄭景州理事長大力的這個支持 我們也會跟著他們來學習 市府也大力支持 雖然市長因風災勘災未能清零現場 但特別派秘書到場表達支持 彰顯對全民運動的重視 這個活動是可以 長輩跟年輕人都可以一起參與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個活動內容的豐富性是非常有的 所以今天在趁這個機會 天氣這麼好 也鼓勵大家多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 鼓勵更多人投入運動行列 透過市長輩太極拳賽 現在整線推廣全民運動的決心 也凸顯了太極拳在促進身心健康 連結社區情感方面的獨特魅力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接著 說明 好